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公报称 由于受到被包围的威胁 俄军和顿巴斯地区武装 已从顿涅茨克的战略要地红利曼 撤离到更有力的位置 5000俄军不站而退 卡德罗夫把指挥员撤了 用核武器打乌克兰 乌克兰最近发起的反攻 打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继之前驳回哈尔科夫的大部分之后 10月1日又收复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重镇红利曼 10月1日5000名俄军从红利曼撤出 将战略重镇拱手让给乌军 红利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这里毗邻米库拉夫的战争前线 距离赫尔松市五公里 是乌克兰东部铁路网络交汇处的主要枢纽 是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北部地区的物流中心 与哈尔科夫公事一样 乌军向红利曼的俄罗斯驻军投掷了大量兵力 根据各种消息来源 乌克兰武装部队投入红利曼争夺战的兵力 多达两万三千人 甚至五倍于俄罗斯守军 首先乌克兰人与外国雇佣军 一起切断了通往斯瓦托沃的高速公路 然后对连接克雷门纳亚的大动脉 进行了火力控制 基辅甚至从瑟维尔斯克和别洛洛罗夫卡附近 撤出了部分部队投入红利曼争夺 俄罗斯空军则出动苏34等战斗机 对围困红利曼的乌军展开猛烈轰炸 俄国防部10月1日披露 一天之内打死700余名乌军 特别是在红利曼消灭200多名乌军士兵 炸毁5辆坦克和9辆步兵战车 但是巨大的损失仍然没有组织乌军的反攻 最后俄罗斯不得不下令5000余俄军从红利曼撤出 这意味着俄军不战而退 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战略重镇 又拱手还给了乌克兰 红利曼失守代表了莫斯科控制 整个顿巴斯工业区的计划的重大新挫折 俄国防部宣布俄军撤退的消息后 车程领导人卡德罗夫立即指责亚历山大 拉平上将应该对红利曼失守负责 卡德罗夫称 拉平指挥了前线这一区域的防御 在红利曼方向的所有边界 部署了来自顿巴斯和其他部队的战士 但没有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沟通 互动和弹药供应 卡德罗夫还指责拉平将他的总部 牵制斯塔罗·别尔斯克 距离他的下属有100公里 而且拉平本人躲藏在卢干斯克 拉平表现平庸 如果我有办法 我会将拉平降级为二等兵 剥夺他的将军军衔 并守持机关枪将他送到前线 用鲜血洗刷他给俄罗斯带来的耻辱 卡德罗夫写道 此前俄罗斯丢失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战略 重镇19亩 短时间内接连失去两座战略重镇 让车尘领导人卡德罗夫很生气 他周六还公开呼吁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因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一些地区面临战场困难 在我看来 应该采取更果断的措施 直到在边境地区宣布戒严和使用威力有限的核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 车尘领导人卡德罗夫几周前就曾对俄罗斯军队公开批评 此前 俄罗斯军队对乌军8月份开始的 在该国东北部以及南部发动的反攻应对部族 导致俄罗斯人从一些城镇撤退 当时 他就呼吁俄罗斯高级指挥部密切关注该地区的情况 这促使克里姆林攻坚接回应 并强调总统普京正在密切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 卡德罗夫作为车臣领导人 自从今年2月份开始就指挥车臣部队进入乌克兰与俄军并肩作战 在他看来 俄军目前在乌克兰的处境堪忧 再不用核武器恐怕难以扭转战局了 但是核武器一旦使用 势必给俄罗斯带来外交危机 美西方也可能会借机出兵乌克兰 所以 核武器是把双刃剑能重创乌军 但是也会让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处境更加孤立 俄乌冲突第222天 形势急转直下 红利麦失手 卡德罗夫怒喷俄军 俄乌冲突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意外 尤其是在俄军从基辅撤军以后 俄乌双方在军事实力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 俄军竟然和乌军打起了拉锯战 俄军号称控制了制空权 但是空军的火力支持 似乎并没有在关键战役中起到应该有的作用 尤其是在19亩失手后 俄军本可以凭借空天军的高强度 轰炸为肩在19亩的乌军 然而 俄空天军似乎并没有能力 在19亩展开大规模空袭 要知道 长期以来 俄空天军实力以及数量仅次于美军之下 全球范围内更是外销了米格-29和苏35等战斗机 而在乌克兰一战 着实没让人看到俄罗斯战斗机编队应有的实力 反而是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表现较为突出 俄军冲突来到第222天 就在俄罗斯欢庆顿孽此刻 卢干斯克 赫尔松以及扎波罗热 加入俄罗斯联邦不到24小时之后 红利曼彻底失手了 这对于普京而言 显然是一个坏消息 红利曼的失手 无疑会引发舆论上的不利 俄罗斯国防部在战情简报中称 由于面临被包围的严重威胁 红利曼方向的俄联军决定 弃守红利曼居民点 撤离到更有力的地区重新组织防线 此前一点 外界对于俄联军坚守红利曼的态度 还是比较乐观的 然而就在10月1日上午 乌军的攻势已经严重威胁到了 红利曼俄联军的唯一一条撤退路线 热列别齐河上的公路桥 开始遭到乌军炮击 如果这座桥梁被完全炸毁 那么红利曼的守军将被乌军包饺子 俄军指挥部派出第58集团军 掩护俄联军撤退行动 坚守了20多天的俄联军部队 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重诊红利曼 红利曼失守对俄罗斯而言 无疑是哈尔科夫大撤退之后的 又一次重大势力 首先 俄罗斯的国家信誉遭到了损害 9月30日 俄罗斯刚刚接纳了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 上述四地正式成为俄联邦领土 克工豪言俄罗斯将把乌克兰 对新领土的攻击 视为对俄罗斯的侵略 然后呢 红利曼不仅是顿涅茨克州北部的重镇 同时还镇守着卢干斯克中部入口 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俄罗斯却选择弃守红利曼 俄罗斯将把乌克兰对新领土的攻击 视为对俄罗斯的侵略 成了一句隔夜就作废的功化 今后新领土的军民还如何信赖俄罗斯 其次 刚刚稳定的卢干斯克州 即将再次沦为战区 红利曼被称为军事重镇 绝非夸大其词 红利曼网中就是20公里左右 就是卢干斯克州中部的 桥头堡克里米纳 而在俄联军此次撤退起点 托尔斯克与克里米纳之间 16公里再无定居点 只有一条直通克里米纳的公路 目前俄联军正在沿着这条公路 往克里米纳撤退 与此同时 乌军正在托尔斯克克里米纳公路南侧 对俄联军这条撤退走廊进行猛攻 在拿下红利曼之后 乌军下一个目标 无疑就是长驱直入 卢干斯克州的克里米纳 还审禁在成为 俄罗斯公民喜悦之中的克里米纳居民 现在应该有点慌了 再次 红利曼失守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 红利曼失守之后 热烈别奇河东岸北部的俄联军单位面临的威胁也很大 热烈别奇河不像北顿涅茨克河那么宽阔 乌军夺取红利曼之后 可以跨过热烈别奇河沿着托尔斯克北上扩大战果 沿岸地区只要被乌军收复 那么在往东约150平方公里范围内 都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 俄联军很难依托定居点建立防御 结果可能是乌军战线整体越过顿涅茨克 向卢干斯克东移 克里米纳到时候在濒临城下 那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羞辱可能不亚于反攻莫斯科 红利曼的失守让不少人对俄军的指挥决策大跌眼镜 当然大多数人都是吃瓜心态 小卡德罗夫可就不一样了 那是真的快被气晕了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从红利曼撤退之后 小卡直接在社交平台上 对负责顿巴斯战士指挥的中央军区司令亚历山大 拉平上将开跑 小卡表示 拉平身为指挥官却远离一线部队 一位指派卢干斯克民兵和车臣武装往前冲 却不做好后勤保障 明摆着把俄联军当炮灰使用 昨天丢了伊九姆 今天丢了红利曼 明天准备丢拿 小卡还暗示俄罗斯国防部指挥层没有向普京总统如实汇报战场开始 致使俄军在八月之后接连遭受重大势力 小卡建议俄罗斯在边境地区戒严并考虑在战场上使用低当量战术和武器 卡德罗夫对俄军表现的不满由来已久 这已经不是小卡第一次暴跳如雷了 这也怪不到谁 俄军再丢了伊九姆后再丢红利曼 接下来的敦巴斯形势就更加复杂多变了 如果俄罗斯再不拿出应对之策 乌军的反攻可能更为犀利 实际上俄乌战争打成这样 俄罗斯西部军区难辞其咎 这一路看下来 西部军区手握先进装备却不干活 硬骨头全是俄联军啃下来的 冲锋陷阵不见人影 跑路的时候倒是一气绝尘 同样拉胯的还有俄罗斯空天军 红利曼撤退过程中 甚至都没有给予俄联军足够的空中掩护 直接挽起了战地隐身 如此强大的隐身能力按寻思以后 也不用列装苏57了 省点经费给俄联军换点新装备吧 从俄乌冲突达到今天的局面看 俄军有三点需要总结 第一 空天军到底为何不能发挥 火力支援优势 是因为协调指挥能力欠缺 还是缺乏战场响应能力 第二 俄罗斯陆军人数 显然不足以应对高强度战争 对付乌克兰都能有这么大的问题 如果北约蜂拥而上 俄军又能坚持了多久 第三 俄军需要大力建设无人机梯队 与此同时 依然还要扩大现有的空天军规模 隐身战斗机的尽造数量和速度 也应该迅速得到加强 俄国防部还称 乌军第66和第93机械化旅 在弘利曼方向的阵地 遭到大规模火力袭击 一天之内就有200多名乌军 5辆坦克和9辆步兵战车被消灭 同一天 乌克兰东部作战部队一位发言人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进入弘利曼东部 此外 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了 乌总统泽连斯基9月30号签署的总统令 宣布取消秋季征兵 并推迟现役军人复原 此前 乌克兰最高拉达将战事状态 和全国总动员令延长至今年11月21号 再来看乌克兰媒体10月1号报道称 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当天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宣布 美国关于乌克兰的租借法案已于当天生效 他表示乌克兰将获得更多高质量的武器 今年5月9号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2乌克兰民主防御租借法案 该法案将大大简化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以及其他必要资源的程序 此外 美国国防部9月28号公布了一份详细的武器装备清单 清单显示 今年以来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价值已经高达169亿美元 包括米17直升机 M113装甲运输车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独自防空导弹 标枪反坦克导弹 弹簧刀五人机 以及榴弹炮炮弹 小型武器的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0月1号表示 他当天与北约外长斯托尔滕贝格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通电话 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同意就这一问题保持联系 此前一天 乌克兰向北约递交了快速加入该组织的相关申请 然而美国和北约对乌克兰的请求反应冷淡 德国等国家也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持保留态度 9月30号 乌克兰总统议长和总理 签署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 乌方正在通过签署加速加入北约的申请 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对此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9月30号表示 北约门户开放的立场不变 但他也强调 同意新成员加入的决定 需要由30个成员国共同做出 北约目前的主要任务是 向乌克兰提供紧急援助 媒体指出 斯托尔滕贝格的表态看似积极 但实际上与之前的态度并没有变化 仍是老调重谈 相比之下 美国的态度直接了当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9月30号表示 目前支持乌克兰的最佳方式 是向乌克兰提供实际的地面支持 加入北约的进程 应该在另外的时间进行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解读沙利文的表态称 这是白宫在向乌克兰泼冷水 发出明确信号 不会支持乌克兰 加速加入北约 此外 美国政治报网站还报道称 两名熟悉内部讨论的美国官员表示 乌克兰宣布寻求加速加入北约 令拜登政府感到意外 报道指出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要求 长期以来都让美国政府感到棘手 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9月30号表示 北约将继续通过军事援助支持乌克兰 但他同时强调 北约也在尽一切努力 确保其他国家和北约 不被拖入这场冲突 据德新社报道 波罗的海三国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外长 9月3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他们支持为乌克兰加入北约 开辟一条快速通道 但报道也指出 其他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 持谨慎态度 当地时间是月1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大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说 土耳其将密切关注 瑞典和芬兰是否遵守 先前关于反恐的承诺 土耳其将保持坚定的立场 直到承诺兑现 瑞典和芬兰今年5月正式申请加入北约 遭到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反对 6月28号 土耳其、芬兰和瑞典在马德里签署 关于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三方备忘录 备忘录中强调 三方将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 土耳其同意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并建立联合机制确保各国真正履行协议 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达上个月表示 土方与瑞典和芬兰关于引渡恐怖分子问题的谈判 仍在继续 再来关注俄罗斯对欧洲主要输气管道 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9月26号发生多处泄漏 俄罗斯项目运营方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发言人10月1号表示 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泄漏已经停止 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发言人称 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泄漏已经停止 这意味着或者管道内的天然气已经全部泄漏 或者管道内残留天然气的压力与外界水压取得了平衡 该公司此前在9月30号发表声明表示 在获得正式许可后 公司将在管道停止泄漏后才能进入管道受损区域 对管道受损程度进行评估 在进行评估前 无法预测管道何时能恢复工气 另据丹麦能源署9月30号消息 预计北溪一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泄漏将于10月2号停止 当地时间9月30号 挪威大气研究所表示 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后 该地区上空形成大片甲烷云并不断蔓延扩散 截至当天 已有至少8万吨甲烷气体扩散到海洋和大气中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9月30号说 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期甲烷泄漏事件 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 也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 专家表示 长期来看 北溪泄漏的大量甲烷将对气候产生灾难性影响 或将在波罗的海地区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 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9月30号说 鉴于两条北溪天然气管道近日发生泄漏 挪威正与盟友讨论加强海上油气设备的戒备 德国 法国和英国已经同意协助挪威 在海上油气平台周边水域巡逻 以防这些设施遭到破坏 斯特勒强调 加强戒备是谨慎之举 并非意味着挪威油气设施受到直接威胁 挪威是欧洲重要的天然气和石油供应国 拥有90多块海上油气田 北溪管道发生泄漏后 挪威宣布将部署军队保护本国油气设施 希腊保加利亚天然气管道10月1号开始商业运营 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当天表示 这一管道将改变欧洲能源版图 希腊保加利亚天然气管道总长182公里 在希腊城市科莫蒂尼与希腊国家天然气输送系统 跨亚德里亚海天然气管道相连 管道设计输送量为每年30亿立方米 此后可扩容至每年50亿立方米 此前保加利亚曾与阿塞拜疆签订了一份 每年1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合同 这部分天然气将通过这一管道输送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号 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的商业运营启动仪式上说 希腊保加利亚天然气管道能满足保加利亚所需 全部天然气供应 有望改变欧洲能源安全形势 今年4月27号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 因未收到保加利亚及波兰两国的天然气公司 用卢布支付的4月份天然气货款 暂停向两国供应天然气 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持续激进加息影响 在通胀加剧本币贬值等压力下 不少国家近日不得不跟随美联储的步伐上调利率 美联储加息全球负面外移效应不断过的 美联储上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将基准利率从11.75%上调至13% 创2000年以来该国基准利率新高 瑞典 瑞士 英国 南非和印尼央行已在上周宣布加息 此外为阻止日元继续贬值 日本财务省罕见的对外汇市场进行了直接干预 欧洲央行今年7月和9月两次提高关键利率 共加息125个基点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 未来预计将进一步加息 世界银行9月中旬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 全球央行正以过去50年未见的同步程度加息 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令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并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金融危机 造成持久伤害 对于美联储加息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 不少专家表示 美国制定货币政策罔顾他国利益 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做派 罗马欧洲大学经济学教授特拉菲坎特表示 美联储激进加息推动美元持续走高 对欧洲经济造成欧元弱势 通胀压力增加 资本外流等负面影响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美联储激进加息的负面外溢效应将无法消除 印尼曼迪利银行经济学家拉姆达尼表示 美联储激进加息导致新兴经济体输入性通胀高企 拖累经济增长 此举令美元走强 但加剧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 从而抑制投资流动 增加新兴市场货币维稳压力 近日欧洲多国就即将到来的冬季疫情浪潮发出警告 英国卫生安全局日前发布公报说 今年冬天英国可能面临流感大范围传播 叠加新冠疫情感染激增的双重风险 呼吁民众及时接种两种疫苗 公报说国际监测表明 甲型流感病毒亚型H3N2 是目前世界上最常见的流感病毒 它最近在澳大利亚等南半球国家 引发多次感染潮 卫生安全局说 初步数据显示 新冠发病率在冬季来临前已开始上升 该机构引用英国国际流行病学杂志 一项研究结果说 与仅感染新冠的人相比 同时感染流感和新冠的人病盲率更高 卫生安全局建议 所有符合条件的人 应同时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和流感疫苗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负责疫苗接种和筛查的官员 拉塞尔说 今年冬天可能是英国第一次面临 所谓双重流行的影响 即新冠和流感全面传播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那些 最容易因感染这些病毒 而患严重疾病的人群 要接种疫苗 另据美联社消息 德国费